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恩泽 我们今天有一些迟到的 拿到了OPPO在前几天发布的OPPO Watch 我们拿到这个版本呢 是46毫米的一个版本 给我的这款呢 应该是黑色吗 这是黑色还是藏蓝色的一个表带 先给它拿出来 这里有一枚充电器 中间这个洞是干嘛的 然后左侧这是一达说明书 表带部分呢 浮像胶的手感 相信大家如果比较关注这个数码产品的话呢 可能还是比较了解的 然后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扣 我们现在给它撕膜 拿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 应该是铝的吧 我自己感受这个质感啊 手感啊 应该不是钢的 从圆点矩形的角度来看呢 那你说这两块手表像 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对吧 因为它确实是圆角矩形的 然后从这个曲线的设计上 我发现一些些差异啊 比如说Apple Watch呢 它是上面是一个平面 然后呢 往四个方向进行曲面 而这个Oppo Watch 更有点像之前 他们推出的这个手机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两侧是曲面屏 然后上下是类似于一个平面屏 很像手机的这个中框 然后后半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用陶瓷材质的 然后这里有一些传感器 下边这有四个金属触点 有一枚 这应该是开机键 因为它和 Oppo的手机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在开机键中间 会有一道小绿色的条 从我自己来观看这两款手表啊 Oppo Watch 它的表盘 似乎是要比Apple Watch 这个44毫米的还要更大一些 两天过去了 好了 那经过了两天左右时间的使用 我现在对Oppo Watch这款手表呢 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就是Oppo Watch 它本身也是可以支持 自定义更换表带的 它的这个更换方法 和Apple Watch还不太相同 虽然说也是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但是大家看啊 它是按住一个卡扣 它不用滑 就直接这两个 这个卡扣在这个位置 就脱下来了 你安装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直接 目前啊 我还不知道 Oppo总共推出了 多少款自定义的表带 但是从Apple Watch的经验来看 表带是一个 非常非常赚钱的生意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键的功能 顶部这个按键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菜单键 下面这个键呢 是一个单独的功能键 点按它 然后直接进入菜单来进行选择 而这个就是 Oppo Watch手表的一个界面 它采用的每列三个小应用 然后总共一个表盘呢 能浓装浓纳9个 其中上和下 还有六个的名额 就是它有一个渐变的动画 我给慢点大家看看啊 就是有点一个一个出来 一定一个一个变小进去 大概是这么一样 一个变化的效果吧 另外 下面这个按键呢 是可以自定义的 它有两个功能 其中一个是单击 我现在单击点按的呢 设置的是 倒计时 同时呢 用户也可以在这里自己设定 比如说在这里啊 单击 你可以设置为信息 你可以设置为闹钟 比如说我现在设置成 天气 那么这时候我答案一下 大家看 就进入天气这个应用了 这个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的 然后如果你按两下 就进入OPPO钱包 比如说你可以用手表支付啊 用手表刷这个公交卡呀 我是啥 大家看了吗 我昨天晚上临时花10块钱 充了一张北京公交地铁卡 对于很多买手表 或者智能手表用户的同学 一个比较关注的点 就是它的表盘 第一个表盘 大家看啊 这个表盘 它的设计其实是和 OPPO Find X的那个X 两个是画等号的 这个表盘呢 它这四条线 都有固定的作用 比如说我可以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中绿色的代表部署 黄色的代表锻炼时长 红色的代表你今天消耗的热量 蓝色的代表活动次数 这三道线 其实和Apple Watch 那个运动圆环的功能 是很接近的 但是呢 OPPO又自己增加了一个这个步数 而且你看这几个数啊 活动次数 你看一天啊 运动五次 没有什么成就感 你看你个走步 一天走的好几百步 好几千步 我今天又达成目标了 接下来这个 这个表盘呢 它后边有一个小花 然后下一个表盘 下一个表盘呢 是一个类似于 时间更凸显的 这样一个效果 再往下滑呢 这是一个比较有 插画风格的 艺术风格的 然后点亮 大家看 它会有一个 小小的动画显示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点就是 本身 OPPO Watch 这款手表 它的上下边框 并不是完全完全等宽的 就如果你非常仔细的看 顶部边框 要比底部边框 细那么一点点 这个问题 之前有很多同学比较关注 但是我自己使用了两天 我觉得不用那么在意 为什么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表盘 如除了这种表盘 上下都是黑色的 你其实很难去观察到 这个表盘的顶部边框和底部边框 到底哪更宽 包括你进入的这个设置啊 应用啊 所有的界面 全是黑色的界面 很难去观察到 那一点点差异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表盘 这里有一个功能型的 运动型的表盘 这里下边还有心率 这款手表呢 它也是支持心率的 在这儿 每一个表盘都说明 比如说这个 叫做简约经典 这有两种不同的表盘 可以选择 这个呢 是长按 然后你滑动 就能滑到这样的一个表盘 再往下的表盘呢 叫做翻页 这就是翻页中 再往下呢 这个表盘比较有趣 大家能看到吗 就随着我晃动这个表盘 它的重力感应不同 这个数字不同角度去倾斜 它的那个阴影的 大家看 这个叫咕咕鸭 我不知道这个动画形象 从哪来的 如果我点击这个鸭子 你看 它会有一些小动作 小表情 这有星球表盘 这有渐变表盘 这有圆表盘 光阴影表盘 这些表盘呢 非常的众多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这还有个什么 舒适表盘 这什么表盘 这是正好能滑到 那个内容区间是吗 这一次 OPPO还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环节 是什么环节呢 就是它可以自定义表盘 根据你每天 不同的穿搭来自定义 比如说在这 选穿搭 我现在对我自己 进行一张自拍 我今天穿的是蓝色的衣服 它让你选择 你要选择的颜色 比如说我选择蓝色这部分 然后生成 它就会捕捉你身上 衣服的颜色 穿着的颜色 然后来生成一个 你不同种的表盘 比如你可以选择这种 你可以选择这种 你可以选择这种 我现在拿了一件 红色的T恤 我拍一张 我选择 比如说今天穿的红色T恤 我选生成表盘 大家看到了吗 它就会生成一个 红色的表盘 然后完成 大家看 现在你的手表 就变成了跟我刚才 红T恤那个颜色相近的表盘 这个功能就比较适合 那些臭美的 对吧 有点时尚元素的那些同学 接下来 我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款手表的很多功能 比如说 这款手表 首先它支持运动功能 这个就是现代运动手表 智能手表都支持的 OPPO这次 是和国家体育总局的 一个GoMore 它们的一个数据机构 来共享的一个算法 这款手表 本身它是支持钱包功能的 而且这一次 我觉得钱包功能 有一个比较细心的点 就是 哪怕你的这款手表 已经没有电了 对吧 很多同学没有电了 这个手表 想去刷卡 也就刷不了了 它在没有电的情况下 依然可以刷四次 既然说到充电 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个充电和续航 我自己之前在开箱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为什么这个充电器 它会有一个窟窿呢 我自己的使用 应该是 这一次OPPO 它在手表上 也采用了一个 叫做WatchWook 闪充这样一个技术 可以在15分钟 充到46%的电力 就是你只要充15分钟 就可以满足你一天的使用环节 它这个呢 从零充到100 应该花75分钟左右 这块手表 它露出这么一个空间 可能是为了 在快速充电的时候 一个更好的散热 续航方面呢 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 OPPO这块手表 大概应该会比 Apple Watch好一些 就是Apple Watch 我在正常使用 接微信 打开各种通知 然后正常 每天正常运动 不会特别运动的情况下 一般能使用 一天半左右的一个时间 OPPO Watch 我自己使用啊 就是正常运转 应该能使用两天左右的时间 如果我打开长续航的话 大家看啊 你会保留通知 忌步 心率 公交卡 这些功能 也就是 它的这些核心基础功能 都在保留的情况下 你开启长续航 依然能够使用啊 OPPO官方给的是 21天的一个使用时间 当然我这部分 没有进行自己的测试 因为拿到还没有到21天 先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然后如果你想退出 这个长续航模式 那么要么连接充电器 给它充一下电 它就退出了 要么进行重启 它是支持安装自己的应用的 比如说支付宝啊 比如说你可以安装QQ 你可以安装这个QQ音乐 你可以安装酷我音乐 小雅智能 什么Fit 咕咚 美佑 用这个来监测女生的生理期 然后另外呢 在设置中 比如说你是否要点击屏幕亮屏 还有自动吸屏 这个部分呢 我刚才为了给大家演示方便 就设置60秒 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设置个10秒啊 20秒啊 然后在这个Breno键上 就是也就是OPPO的语音助手键上 你也可以通过语音直接来唤醒 小步小步 北京天气怎么样 打开倒计时 这次这款手表呢 本身OPPO Watch全系 都是支持eSIM卡的 你觉得这个手机太大了 太垒滞了 放在兜里影响你运动 那么你只需要戴一个手表 这个手表就可以自动的 接打电话 自动的收发微信 我现在找到这个功能 然后拨号 然后比如说 10086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在这里你可以调声音 大家看吗 这功能呢 对于我来说 其实用手不大 因为我基本不太跑步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型的用户 你日常很喜欢游泳 不方便带手机 跑步不方便带手机 那么打开这个功能 还是很实用的 如果我下拉 那它进入一个控制中心 在控制中心中 你可以静音 你可以查找手机 如果你上滑 这是一个通知中心 OPPO是从售价上来看的 基本上从1499往上三个档位 就是把不同的价格段 都给你覆盖到了 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看 这块表它的设计的美观性上 以及它的流畅程度上来说 还是相当对得起这个售价的 当然了 很多同学一定会提到说 1499现在可以在苹果官网 去买Apple Watch Series 3了 对吧 虽然是一个几代以前的产品 但是现在的体验依然很好 这一点我同意 但是需要跟大家明确的一点 就是Apple Watch 它只能在iPhone上使用 对不对 这是核心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有一款安卓的手机 想买一个手表的话 还是需要从安卓这个阵营中 来进行选择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Apple Watch是一个 对得起它的售价的一个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